大家好,这里是西密说电影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由金刚狼、黑寡妇 还有蝙蝠侠共同出演的高分悬疑电影 致命魔术 故事的主人公狼叔和贝尔是两个天才魔术师 在一次表演中,贝尔般套路出牌 在给狼叔妻子打劫的时候换了一种手法 导致表演过程中狼叔妻子被淹死 从此两人分道扬镳,各自发展自己的魔术事业 但狼叔不甘心妻子就这么无辜死去 于是开始用各种方式来破坏贝尔的魔术表演 故事就这么拉开了序幕 这天,贝尔要表演一个独手接子弹的魔术 狼叔则假扮观众用真枪打断了贝尔的手指 为了以牙还牙 贝尔也开始接连破坏狼叔的表演 导致狼叔被剧院开除 从小光芒万丈的狼叔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所以想策划一个惊天动力的魔术表演来夺回自己的地位 于是他来到一个科技馆寻找灵感 可灵感没找到 反而在这里看到了贝尔 难道他也是来寻找灵感 好奇的狼叔一路尾随贝尔 却发现现在的贝尔已经成了人生赢家 不仅娶妻生子了 还通过移行换位的魔术 让自己的事业走上了巅峰 仇敌混得这么好 让狼叔比吞的苍蝇还难受 于是他在自己的情妇寡解的帮助下 找到了一个跟自己长相相似的替身 有了替身 移行换位这种魔术就变成了小儿科 狼叔很快也通过移行换位这个魔术 赢得了观众的掌声 但舞台上的成功并没有让狼叔得到满足 他想知道贝尔的魔术到底是什么原理 于是就让寡姐潜伏在贝尔身边 用色诱的方式骗取贝尔的魔术原理 但偷积不成18米 寡姐非但没有骗来秘密 反而因为爱上贝尔 把狼叔的魔术手法全部交代了 这可让贝尔喜出望外 他不仅成功破坏了狼叔的表演 还在魔术道具上做了手脚 导致狼叔因为魔术失败受伤 这次的失利彻底记录了狼叔 他找机会绑架了贝尔的道具十二弹 没了二弹 贝尔的魔术肯定无法进行 贝尔被抓住了软肋 就把为自己设计魔术的科学家 介绍给了狼叔 天真的狼叔以为拿到了制胜法宝 不远万里来到了美国 找到了贝尔所说的科学家 但这个科学家却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设计过什么魔术 狼叔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但是来都来了 也不能空手而归呀 在他苦口婆心不断教爸爸的恳求之下 科学家答应帮他研制一台逆天的魔术机器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一台生物复制机器被创造了出来 当强大的电流扫过一只猫的时候 猫表面没有什么变化 但在不远处却出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猫 有了这台机器的帮助 狼叔的魔术直接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在本人消失一秒之后 新的自己就会立刻出现在剧院上方 贝尔也是一脸猛 想不明白狼叔是怎么做到的 于是他偷偷来到后台 却发现狼叔从舞台落下来之后 直接掉入了水箱中 贝尔就这么眼睁睁看着狼叔被当场淹死 警察赶来之后抓走了贝尔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在事发现场的人 而且还是狼叔的死对头 法庭直接判处了贝尔死刑 在行刑之前 一个老头来见贝尔 让他女儿要挟贝尔 把一型换位的魔术原理告诉他 贝尔无赖只能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他 但下一秒老头就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老头竟然是狼叔假扮的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套出贝尔的秘密 在后台淹死的那个人 只是复制机器制造出来的替身而已 而他之所以在舞台下面放一个大水箱 一是为了消灭替身 以防魔术入手破绽 二是为了嫁祸贝尔 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仇敌 肯定会去后台一探究竟的 现在狼叔的计划得逞了 他的心情就像买彩票中了500万一样 开心的就要飘起来了 可当天晚上他就被一个黑衣人袭击了 当黑衣人摘下帽子的时候 狼叔彻底震惊了 这个人竟然跟贝尔长得一模一样 原来贝尔有个双胎胎兄弟 就是他的道具十二弹 当贝尔被执行死刑之后 他的完生兄弟就来找狼叔报仇了 影片最后 狼叔满脸不甘心的倒地身亡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两个天才魔术师的巅峰对决 剧情不断的反转 不看到最后永远不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